今月话题,珍惜今天,珍惜现在,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,明天可意外,哪一个先来,两年前,当三十六岁的花人妈妈周翠莹,英文,Elma Wu,被一根从天而降的树枝砸中,她怎么也不会想到,自己以后将再也无法行走,再也不能抱弃两个可爱的女儿了。 最近,九金山市政府,终于敲定了初步和解方案,获赔偿周翠莹1450万美元,约1亿人免币,而网友却说,怎么不敢告她勒索,01,一根数据毁了她的后半生,有人说,时间会大放一切伤痛,而受伤瘫痪后的周翠莹,却一直生活在伤痛的沼泽里苦苦挣扎, 这一切还要从两年前的8月12日说起,一万就发生在九金山的华盛顿广场公园,当时三十六岁的花人妈妈周翠莹,正陪着两个女儿在公园玩耍,两个女孩在绿树成衣的公园里,高兴的玩着滑梯,而周翠莹则坐在一旁的长椅上,守护着两个可爱的女儿。 突然,意外就这样毫无预兆的发生了,一颗高达50英尺约15米的松树上,突然掉下一根重大100磅约45公斤的树枝,树枝不拼不移,正好砸在了周翠莹坐着的长椅上,而她的头部也不幸被砸中。 一阵之痛传来,周翠莹立刻血流满面的倒在了地上,而在一旁玩耍五岁和九岁的两个女儿,也被眼前的景象着实吓坏了。 公园里的目击者立刻报警,叫来了救护车,而此时的周翠莹早已失去了知觉。 当昏迷的周翠莹醒来发现已身在,身边布满了各种遗弃,头部和身体还传来了难以忍受的剧痛。 医生面色凝重地带来了诊断报告,却像是一把尖刀,狠狠地朝着周翠莹的心头扎了下去,树枝重重打下。 不但造成了36岁的周翠莹头骨碎裂,还严重损坏了她的脊椎神经。 她的下半身瘫痪了,零二意外发生,竟是因为当地政府失局,就这么周翠莹在一场就是三个月,每天她都期待着一觉醒来后,发现这些都只是一场噩梦而已。 她还是那个幸福的妻子,称职的妈妈,可是醒来之后,却发现现实真的如此残酷,医生带来的噩耗,始终在她耳边营绕,你可能以后都无法再走路了。 索性,周翠莹的丈夫扎莹天,始终在病床前嬉心照顾着她。 虽说妻子能够活命,已是万幸,但是周翠莹肉体和心灵的伤痛,扎莹之道具永远无法修复的。 看着病床上,回到家里,两个女儿无法再感受到母亲的拥抱,无时无刻,都在摧毁着这个华人家庭的生活。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,都是因为公园里那根该死的树枝,夫妇两一指塑状,将负责公园管理的旧金山市政府告上了法庭。 周翠莹主控有官部门对修简树木态度草率,导致公园里的又大又老的松树树枝肆意乱长。 不但如此,周翠莹的代理律师也发现,当地早在当事人意外发生之前,就已经接到过树枝掉落的报告,但相关部门却没有引起重视,最终导致了这体悲剧的发生。 林三院致富一亿人民币赔偿金,请求和解,虽然,这场事故只过去了两年,但周翠莹的生活,却发生了天反地敷的变化。 由于下半身瘫痪,她不但奔施了自理能力,工作能力,出门时还需要丈夫和女儿们的照顾才行,每每看到肢体健全的人在身边走过,她的眼神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羡慕与渴望, 由于瘫痪在家,休息的时候周翠莹会开始画画,但从她画作的内容中,不难看出她心中的寂寞与无奈,意外度走了她所以的快乐。 如今的周翠莹,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,年纪轻轻的少富,不得不依靠着轮椅才能再步,为了弥补过失对周翠莹酿成的悲剧。 上周四,旧金山休闲与公园委员会与市检查官办公室召开闭门会议,通过协商,委员会敲定了一个赔偿,1450万美元约人民并议员的初步和解方案。 目前,这项方案仍有待事已会通过,下次会期定在9月4日,一旦和解答成,就意味着周翠莹方面也将撤诉。 临次网友,相比于前,健康会让她会更快乐,由于赔偿金额巨大,也引起了不少海外网友的关注,又当地网友就对政府的这一举动大家赞赏。 网友,太好了,这座城市站出来,勇于为此承担了责任,1400万美元看起来是很多,但是即将手术和一辈子的医疗费用会消耗掉很多,我很高兴围住在一个知错能改的城市,也由网友对年轻的周翠莹表达了深深同情。 网友,我相信如果他健康,没有伤痛,他会更快乐,表面上看,这似乎是一大笔钱,但他将面对的是自己后半生的痛苦和苦楚,也由不少华人网友在获信了一国同胞遭受的意外后,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 网友,人也废了,钱不解决问题吧,也有几个别话人网友认为,被树枝砸到就是个意外,居然起诉当地政府太夸张了。 网友,卧槽,怎么不反诉他敲诈勒索,今日哥只想说,朋友你可能需要来澳洲了解一下,在过去的这几年里,在澳洲一位意外获得赔偿的人,更是大有人在。 05这些人在澳洲一位意外而致富,生活在澳洲,让金律各印象,最深的就是媒体上时不时报道了的赔偿事件,走路看手机,详心事,踩到果皮都会让我们不小心摔倒,但大家没想到的是,在澳洲如果你在超市,商店摔倒了,很可能因此获得一笔客观的赔偿。 澳洲每次摔一跤,获赔一百万澳元。 2009年,一名在Koz工作的妹子Niko Marie Harris,在整理货架时不小心从安全奔上摔倒在等,摔伤了她的右侧宽关节。 尽管Koz超市的律师表示,这种安全脚踏板,在澳洲的所有超市都会使用,不需要进行培训。 而且,这位员工的伤势不是很严重。 然而,法官却不这么认为,最终判决这家大行超市一百万澳元的赔偿金,做坏澳洲商场椅子,却获赔三十万澳元。 今周一名63岁女子在Kmart购物时,坐在商场的椅子上,使用电脑处理照片。 不料,椅子突然塌陷,导致她臀部永久性受伤,她也因此获赔三十万。 法庭获悉,Kmart为了营业方便,准许员工和顾客,在各个购物区之间,随意搬动椅子。 因此,为了灭捕Louis受伤后的经济损失,Kmart被判赔偿三十万澳元。 净获赔一百六十万澳元,澳洲一位女子Emilia N. Covey在上楼梯时意外摔倒受伤。 在最近的庭审中,法官责令昆州赔偿其一百六十万澳元作为补偿,而在昆州北部Chartist Towers担任理疗师。 2010年5月,因在楼梯意外摔倒,导致颈部和胳膊受伤。 在法庭审理时,两名工程师证实了,楼梯之间的垂直间隙不一致,且超出建筑标准所允许的误差,预认的跌倒与只有直接关系。 不难看出,澳洲人同样对生活中,看似世事难量,的意外非常上心。 也许,正是这份在旁人眼中的傻,才营造出了越来越健全的保障制度,看似让人无法理解的巨额赔偿背后,是预防更多人免受意外伤害的督促与警醒。 这似乎也反映了不少人,喜欢希腊这个国家的理由,金月杰宇,曾经,36岁的年轻妈妈周翠玲,本可以陪着两个女儿在阳光草地上奔跑,可现在,却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。 但金月哥想说,人生的路上并非一帆风水,当我们遭遇坎坷和挫折的时候,千万不要逃避,不要放弃,有时放松下来静静思考,你便会感悟,在人生道路中与苦难直面交锋,方能治苦难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。 加油,周翠玲,对于这件事,你有什么看法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